您好,欢迎您来到街道路向,我是老李 今天给您说一条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东西向大街 Paltry Road 我们先看地图 在来到这条路之前 我在Google Map上面先给您指一下 它在多伦多的具体方位 这是位于布洛尔大桥以北的 横川Dun Valley Parkway一条东西向大街 东侧是Broadway Avenue 西边是Bavell Avenue 全长只有900米 其中在这条街上 我会主要向您介绍 托特摩登墨房 一个历史遗迹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Paltry Road 淘气路 Paltry Road 淘气路 我将它称之为 横卧在丹威里峡谷之上的一条观景大道 20年前我第一次途经这里 就被它的美丽所吸引 现在是夏季 我们看到两边的树木是郁郁葱葱 而到了秋天 五彩缤纷的红叶 衬托着这条路更加漂亮 所以每当DVP 因季节性维修风路的时候 或者举办其他活动关闭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Dummius向南 途经O'Connor以及Broadwell 来到这条淘气路 就为了看一看它周边的景色 左手边出现了多伦多的一个历史遗迹 托特摩登墨房 1790年代这里曾经是一个木材加工厂 最初被称作Dummius 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工业区和村庄 周边也曾经建有酿酒厂 后来还做过棋树学校等 上个世纪40年代 也关押过来自德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曾经做过战俘营 原来酒厂的老板之一 约翰·伊斯特伍德 他们老家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小镇 叫托特摩登 后来他把这里也叫做托特摩登墨房 而现在这个托特摩登墨房 已经是一个多伦多的遗产博物馆和艺术中心 它还包括了周边的森林保护区 而它对面是一个梦幻农场 一个被茂密森林包围着的大型活动场地 是年轻人举办婚礼的普尔场所 我们头上是Dunvalley Parkway DVP 继续往前 前面会遇到一条小河 当河 多伦多有三条河 其中当河是中间的一条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自行车道 政府还特别人性化的 把这个自行车道没有直接穿过这条路 而是做了一个只字形 中间加了一个缓冲带 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这个地方当外里峡谷里面 是骑车者和徒步旅行者的一个天堂 每到周末的时候 这里的自行车以及行人特别的多 往前走 往前走 路的下面就是那条当河 前面这条铁路是从联合车站开往外围郊区的沟寸铁路 今天咱们在这条美丽的路上给您介绍了一下 梦幻农场和托登摩登墨房 有关这条路呢 今天就简单的向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一个侠 jsem买和托登顶 这集头沿起来 继续